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非常重要 一定不能离开心 因为什么呢 外面的万事万物都是心的表现 你在某一件事 说一句话等等 做任何事清楚 你一定从这件事上分析清楚 引回到你的心里边 你这就要实行了 如果是旧事论事 被这个事迷惑了 又转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了 就造业了 流转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所以我们大家在修行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 你不要旧事论事 大家在大厂慢慢做义工 做主持人 做负责人 你不要旧事论事 不要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事了 认为我们就是这个 那就错了 就错了 我们什么也不是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因缘和合 我们现在做这个事了 为什么呢 通过为众生服务 找到自己的本性 拉扯到自己本性去 这个就对了 就对了 否则啊 疑难执着 全是错了 包括佛法 你执着了 叫什么 叫法执 也错了 也是错了 这一定要明白 心的能量 心的作用是无量无边的 无群的 绝不是一个两个 你一旦执着了 就变成一个两个了 你执在此地就跑不出去了 不能执着 什么都不能执着 都要抗拆 都是新的 变现 都是虚假的 没什么 可执 拿着 把用不放的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最重要的一条